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枪枪三人行 我们亲爱的日本嘉宾加藤嘉一 你好 你好 今天刚刚从日本回到这个来到北京 来到北京 亲身经历了这个大地震 对 加藤这个我们两个就是陪你聊聊天 这个这个这个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你自己都受伤是吗 对 腰部受伤 因为30号下午那个时候 我正好在东京的正好中心二十二楼 二十二层 然后呢 那个时候我刚开始觉得这个地震来了 因为日本人对地震是很习惯的 是 后来越摇越大 觉得这个很不正常 后来我在那个楼正好是高楼 新的楼 所以他们摇得非常厉害 然后呢 他的柜子啊 书啊 包括什么那个餐具啊 全都往从上面往下 砸下来 让我的这个头部正好我躲避了 但是说这个腰部啊 包括什么腿部啊 都有一点受伤 被压住了 那被压住了 没有被那种倒塌的感觉 但是说楼没有问题 镇住还是那个耐 看那个那个耐震的这种措施还是比较完备 但是很多人很恐惧 然后十一号那天是东 整个东京全都瘫痪了 地铁停了 水电全都停了 我们都是这个怎么说呢 只能在屋子里待着 然后就说如果能走回家的人 那走回家 那个时候东京的外面全都是人人海 是这种状况 我们知道就是日本过去一直是防灾的典范了 就是这方面的这个意识和措施 包括说日本的房子这个抗震级别都非常高 但是我想问你就是说他这个核电站啊 他为什么不见得能抗九级地震呢 我昨天正好跟我们的那个内阁哥聊 就是说国家集办手的人跟他们聊 这个怎么怎么着 这是未来日本的青年国家 他们觉得呢 东北地方海啸那么的大 袭击了整个的这个东北的很多的线 三个线 但核电站正好在那个地方 他没有被崩溃 已经算不错了 已经算不错了 他们的主他们主观认为已经算不错了 当然现在呢 他的核电辅导的这个第一第二第三是吧 核电站 他的防射性的物质那现在已经在泄露 那就是说当今二十公里三十公里 那我们不能在那个地方 现在很多的老百姓包括外国的媒体都在撤离 那是已经是很危险了 但我们的政府首先他们主观认为这已经算是不错了 就起码没有立即崩溃 对没有立即崩溃 因为他其实就在海边 没错 而且呢 我这个现在看到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呢 像这个一个麻省理工学院的还在网上写个文章 一种观点认为呢 就是这个核事故啊 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 嗯 说他这个里边啊有三层防护罩 最外边的第三层这个防护罩 其实就说他叫这个防御到底线最后啊 他底下是个碗状结构 就是预备他这个核核荣毁啊 核荣毁之后就全封在这个第三层防护罩里边 至于说放射性物质 他指的就是说为了让这个第二层防护罩不爆不爆炸呀 他有时候需要释放压力 释放压力那么不是直接的那个油的那种放射性物质 而是好像咱也不懂了叫什么色呀 点呢 这么一些同位素 这些东西的半衰期啊 都非常短 这这块就结束了 对这是一种比较乐观的看法 但是呢 从新闻报道里咱们也看到说什么 美国航空母舰已经发现17个呃士兵 嗯已经受了核污染 所以航空母舰都撤离 是这个到底 可是我在想啊 就因为我又听到新闻消息 就说其实这个核电站 他的反应炉里面的核反应 已经终止了啊 那现在正在爆的或在泄露的 已经不是最危险的那些东西 应该无论如何 不会达到像当年苏联 切诺贝利那种程度 可是呢 呃我觉得现在还出现一个问题 就看得到现在日本这个东京电力公司的问题 甚至是政府的问题 就这个消息发放啊 开始变得很不系统 有点乱 甚至有时候是前后矛盾的 说实话非常的多啊 啊我们的包括那个我们的政府的那个官员 他们都非常疲惫 几天都没有睡觉 包括东京电力的人和我们的政府 还互相的这个对立 他们这个时候是要合作的 因为老百姓尤其在灾区的老百姓 他们是拿不到最准确的信息 比如说这个核的核电站 那泄漏了怎么着 是影响到我们的人生的危害吗 政府说没有问题 东京电力说有可能有问题 媒体说大有问题 那我们媒体我们老百姓真的不知道 包括刚刚你说的那些这个专业的人知识 我都不知道的 那那难道我们普通老百姓 老百姓对核电站的非常细节的东西 难道有那么多的了解吗 不可能 兼职人呢哭了 连他都不了解 是 我在想象啊 这个因为我一下就会想到这个 日本人是世界上唯一遭受到过核武器打击的 那么据说他这个内心有这个集体记忆啊 这个核阴影啊 那么现在这种消息这么样的乱 对你周边的这个日本人有什么影响 他们都非常的着急 就是恐惧 我们比如我们的东京大师的朋友哈 他们比较高水平高水利 他们都互相的讨论 但连他们都觉得不知道该怎么着 外国的专家 包括我们国内的专家 他们都各个发表各个言论各说法 但是我们不知道到底哪个是权威准确靠谱的 所以这个人民想跑吗 现在我今天正好从那个早上几点半 从那个东京雨天机场离开 我从来没有看过那么多人在机场待着 他们我我问了一下 他们说要跑 就是说那我这次回来 那我这次那个很遗憾 没有带母亲过来 那我一个人上次 他的母亲还在咱们节目出现 对还在这呢 对对对对对 对但我呢也说说实话 他犹豫了半天 因为其实我这个时候回来 已经是定好的 但我此刻回来 日本有一个说法叫非国民 什么意思 就是卖国贼嘛 你这个时候 对对对 你此刻日本国民全都在奋斗 你此刻在逃避 所以我呢 日本人的这种 对对这种意识 那但我后来决定就是说 那我们就回来上 常常跟这个闻到是吧 包括观众分享经历 这个呢 因为地震已经是无国界了 那中国人 也已经遭受过这个地震 包括外国的朋友 那我们应该共同的探讨 我认为这是我们做的 所以我这样回来 交流经验教训嘛 不过坦白讲 这样的就是 我觉得啊 像核电这个问题 这一次大家都不知道 该相信谁的 好像没有一个权威主义 让所有人说服 恰好反映了核电本身的特质 就是这样 比如说核电 其实有核电以来 这种争议就存在 一直到今天 都没有人能够百分百的说 有一种说法 是所有人都信服的 关于它的安全各方面 对不对 其实核电在这一次事故之前 本来啊 这两年是有复苏的迹象 就全世界 对 都在开绿灯 觉得核电可以重新恢复 对 特别是因为环境问题 因为核电的确是 最污染环境的发电方式 没泄露的话 对 那但是问题是这一次 恰好这个东西一出来 你看现在德国啊 什么很多地方在示威 都说暂停核电项目 那大家好像忽然间才发现 它有多危险 那在这个时候 大家这个讨论 好像这个说法 莫衷一世 正好就是几十年来 的一个状况的反应 这根本这个问题 争论了几十年 那几十年 大家都没有一个说法 有一个说 听文涛的 文涛说这个就对 大家公认 学术界没有的 没有共识的 这个是 但比如我小时候的家的旁边 就远离一百米的时候 就是核电架 那对于我们日边来讲 那核电架呢 它是无处不在的 那虽然我们是这个 人类历史上唯一的这个核爆炸国 那我是没有这个体验 但我听这个长辈说 那很有这种抵触的反应 但同时在生活的层面 我们跟核电架是挨得很近的 那这一次呢 核电架对普通的老百姓造成最大的影响 因为东京电力 日本最大的电力公司 他们的这个那个核电架 已经这个被爆炸很多功能在停止 我们水电全都是暂停的状态 我们这个轮流的这个停电 包括今天早上我给母亲打电话 他说现在没电 是这种状况 这是最直接的影响 我看到一个数字啊 说这个日本这个国家很依赖核电 尽管当年有很多争议 但是日本这个国家好像就是在一个什么地方 他那个原子能研究中心呢 对 有中国记者去采访过 就说那个他为了这个就是不引起人的注意啊 连这个窗户都没什么窗户 都是比较封闭式的 但是呢实际上他的这个核电水平 核能开发水平啊 非常高 非常高 没错 所以说他的这个核能利用啊 说是核电占到日本总的能源的30%是吗 对 差不多 哎呦 那么你就能感觉到这么大的一个缺口 现在这个这个能源这么大一个缺口之后 影响到多大范围啊 我说整个的这个经济 包括那个丰田本田日常 很多的公司全都停止生产 是 那我们的这个日本的GDP 那今年是恐怕是很危险了 包括那今天那个股价暴跌等等的 那我们的整个对经济 包括我们的老板上生活 那今天这么糟痛全都乱了 在中国影响很大 没错 因为很多产业像sony这些要停 我们中国跟着下游工厂也要停 因为我们很多这个电器的里面的最尖端的零件 是要从日本来的 我可是整个就停掉 我跟你讲 不管这个 我昨天啊 听天天天天天天然一耳朵 现在昨天啊 广东的妈妈们 云蜂拥去香港 买这个奶粉 你知道香港的这个店里什么沙沙啊什么的 呃 就是一个人现买两桶 嗯 而且呢 就日本奶粉呢 因为很多家人的孩子是吃惯了日本奶粉 嗯 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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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前几天地震发生之前 150块钱一桶港币啊 嗯 现在你知道坐地起价 已经是250了 250 你都买不到 然后呢 有几个妈妈是冲到一个 这个这个小街道里去 嗯 小小小街道里到药房 到药房买 药房说就剩下五桶 说你们我给你两桶给你两桶 这时候又冲进来一个人 嗯 一个一个广广东的 就是说哎 我也要买说只有一桶 嗯 也也也也也也 就是你知道这已经到了影响到这种程度 嗯 不过我在想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